主料,五花肉500克,主料,尖椒30克,洋葱20克,红萝卜,姜片,豆瓶酱两大勺,料酒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五花肉洗净,锅里加水,姜片,煮制断生,尖椒,洋葱,红萝卜切切备用,五花肉切薄片,锅里放小量油,饱肉盘入煎至一面金黄,再翻面煎至定一面也金黄, 倒入尖椒,洋葱,红萝卜,快速翻炒,倒入豆瓶酱,料酒翻炒,炒云至熟上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